我们就在关注护苏湖高铁的建设 前段时间已经说到了节点性的工程 跨斜塘桥的特大桥已经主塔竣工 现在目前护苏湖铁路已经全面的步入了 桥面系的施工快车道 也就是它的这些桩啊机啊这些桥梁啊 基本上都已经胶筑完成了 就等着架这个架梁 而这一次呢他们会采用移动模架造桥机 这种自带模板 用成台和蹲住作为支撑 对桥梁进行现场胶筑的施工机械 在很多视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的施工神器 那它的建设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护苏湖高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移动模架的造桥阶段 应该是能够快速的将全线桥梁架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